注意看 一头大象趁着夜色出现在了监控下 只见它疯了一样的朝着其中的一头牛群冲去 此时牛群的几只牛明显的一脸猛逼 这好好的正在睡觉忽然遭受了大象的袭击 而大象丝毫没有任何停止的意思 只见它抬起大腿对着其中一头牛提起 大象的力气合起巴巴 好在这一脚并没有踢中牛的要害 牛缓缓地站了起来 似乎是发完了气 这头大象缓缓地离开了牛棚 但当几头小牛还未从惊恐中恢复时 这头大象再一次反了回来 此时它就像是坦克一样对着黄色的牛推了 然后利用自己的鼻子进行攻击 受惊得黄牛慌忙地逃蹭 但是却神不知鬼不觉逃到了大象的屁股下 大象抬起腿将黄牛推到自己屁股下 然后大象直接利用自己的体重一屁股坐下去 好在黄牛及时逃蹭 要不然以大象吨位的体重 这一屁股坐下去不死也得惨 这时大象又一次逃了出去 但是危机真的就此解除了吗 只见大象再一次冲了进来 而这一次毫不例外 它还是将目标对准了黄色的牛 也不知道是不是黄色的牛和它有仇 而且最为致命的是 现在的牛群被绳子紧紧地缠绕在了一起 想逃都没有地方逃 想打那几乎是痴人说梦 此时来自大象的压迫感直接拉满 靠近门口的一头牛 因为绳子的束缚站在一旁瑟瑟发抖 如果这是大象将目标对准的 那么它连逃的地方几乎都没有 发玩气的大象似乎是走远了 就当几头牛还在一脸猛逼的时候 这头天杀的大象再一次从门口冲了进来 而这一次它将目标对准了门口的一头牛 因为绳子牢牢地绑住 所以它几乎连逃的地方都没有 大象直接用自己长长的鼻子将牛直接举高高 一百多斤的牛在它面前丝毫没有任何抵抗力 但是它的袭击还没有结束 只见它抬起自己的大腿 对着小牛不停地踢 反正疼的又不是自己 而小牛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受伤 躺在地下没了动静 但是好在这头大象没有一屁股坐下去 不然这头小牛肯定当场被压成一张纸 就在这时一直躲在最里面的黑牛引起了大象的注意 大象直接对着它冲来 但是好在它还算灵活 逃掉了大象的袭击 几只牛也是莫名其妙 睡觉睡得好好的 忽然来了一头大象 来就算了 还对自己展开不停的袭击 当牛群以为大象终于走了的时候 这头天杀的大象又又又冲进来了 只见它再一次地对着黑牛冲进 但是好在黑牛的身体足够灵活 一直在夹缝中左右逃菜 但是地方实在是太小 无论黑牛怎么逃大象 还是找准了机会将黑牛一鼻子顶在墙上 因为有绳子的束缚 黑牛短暂地逃到了大象的视野盲区 当大象回过头发现后 似乎在此刻要将所有的怒火都对准黑牛 好在大象没有进行第二次的袭击 而几头牛莫名其妙被一头大象一顿胖揍 好在这一次大象终于走远了 不然再来几次估计几头牛全部都要倒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